大家好,我是时宇兰,一起来关心9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莲县政府110年度幸福花莲三节生活物资发放 一早县长许正卫是先从富里乡、卓西乡、玉里镇一路到瑞水乡 县政府相关客室协助发放民生物资 发放物资时和民众寒暄几句,气氛问心热络 花莲县政府110年度幸福花莲三节中秋生活物资发放 一早许正卫就先从富里乡、卓西乡、玉里镇一路到瑞水乡 县政府相关客室协助发放民生物资 发放物资的时候与民众寒暄几句,气氛温馨热络 和中秋节一起来对于我们物资的部分来关心我们的乡亲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来提醒乡亲 疫情期间防疫的作为还是要小心谨慎 由于再过一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 县长徐震卫再一次叮离民众千万不要群聚烤肉 自己跟家人相聚在家就好 以免群聚感染发生 不要跨区烤肉 不要让他们来花脸 不要跨区烤肉 另外呢社团活动尽量在中秋零下尽量减少烤肉 聚餐 跟自己的家人团圆 也要注意公块美食 也要注意防疫 县少民众守秩序的排队 在社会处同仁引导之下 亦需等待领取生活的物资 许正位发放物资的时候 也叮咛近日天气比较炎热 民众要多加补充水分 记者综合报道